你们来得正好 我一直在找你们呢 怎么了 婆婆 你有事需要我们帮忙吗 你们已经帮了黎月港那么大的忙 我可不能再麻烦你们 这次啊 是我和那几位老伙计合计了合计 正打算给你准备一份礼物呢 礼 礼物 你这孩子 虽然在黎月待了不久 但客套话倒是学了不少 但这份礼物你可不能推辞 你们之前去我的那盏老湖里 去找狄晨灵的时候 我听这小家伙说 你们两人经常在野外风残露宿 之后你们肯定还要旅行很长时间 老是这样也不行 还好 我这老婆子虽然年纪有点大了 但还能使些外境之能 他们没和你提起过吗 我们这群老家伙曾蒙帝君恩典 有三眼无险之能 其余多的就不提了 但外境之能便是一种 创出一方自在小世界的功夫 上次你们钻进去的那盏茶壶 便是用这种功夫造出来的小玩意儿 这么神奇的壶 居然都只是小玩意儿吗 我的那盏壶不算什么 必须得避出尘世才能自成世界 帝君曾显出的移山填海之能 那才能称得上是大神通 好了 不说这些陈年就是了 我给你们准备的那份礼物 只差最后一点材料 就能完工了 对 我们可擅长找各种东西了 还有 好了好了 你们这两个孩子 不用你们去跑前跑后的 我已经拜托了一位 手脚麻利的小朋友 去帮忙准备了 再说了 我要的那些材料可是很特别的 你们可不知道怎么找 而且有的材料 现在几乎都找不到了 比如在嫡花洲河滩下的硕金泥 之前要采掘这种泥土 都要先去找一处琉璃百合 开得最盛的地方 然后寻着琉璃百合的根系 一路往下挖 运气好的时候 才能挖出一小霞 但自从嫡花洲成了那样之后 就几乎没人能再用这种方法 挖到硕金泥了 更麻烦的 就是从层岩巨渊里面 凿出的翠绝岩 自从黑岩厂在那边开场采矿后 折腾来折腾去 翠绝岩也几乎找不到了 而且翠绝岩乃是贵重仙物 常人难成其上的仙家器运 如果接触太久 反倒对身体有害 也不知道那孩子到底能不能找到 婆婆你应该是仙人 那你请的人 难道也是魏仙人 算是吧 算是 离岳岗的仙人怎么这么多呀 总感觉哪里都能遇上仙人 说不定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旁边就坐这位仙人 那可真说不准 我的那些老伙计里面 还是颇有几位喜欢这人间烟火的 姥姥 我回来了 这两位是 我来介绍一下 这孩子叫做燕妃 就是我拜托去办事的那位小朋友 燕妃 这位旅行者和她的这位旅伴 你应该知道他们吧 知道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在千颜君的卷宗里 可是记载得很清楚呢 在之前请先典仪的那场骚乱中 被千颜君列为嫌疑人 被全城通缉 然后你们在绝云间击退了千颜君 又和愚人众搭上了线 最后和姥姥他们一起击退了魔神 然后在七星座宝下 彻底洗脱了嫌疑 可惜 可惜你们没有早点遇见我 要是早点遇见我的话 虽然不能说当场为你们洗脱嫌疑 但你们肯定也不会那么 嗯 狼狈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燕妃 是一名律法咨询师 任何与律法有关的问题 只要找我就行 对了 这是我的名牌 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和办公地址 你们收好 如果有急事的话 直接去这个地址留下信件就好 哦 还有 新客户出自咨询还有优惠 燕妃 好了 好了 说正事 这两位小朋友 现在可不用你来帮忙了 你们别太惊讶了 这孩子一直是这样 一谈起自己的事来 就说个没完 和我们之前遇见的那些仙人们 感觉完全不一样 仙人 我应该算是吧 反正我老爸说他自己是仙人 他说他自己曾经和阎王帝君征战了很久 征战结束之后 他就回去和我老妈结婚了 他们结婚之后就有了我 我长大了之后 老爸就带着老妈去外面玩去了 现在我吃住都在姥姥这里 感觉也太随便了 仙人们不都应该遵守什么契约 比如守护离岳港什么的吗 怎么突然就回去结婚了啦 哎呀 我老爸说了 他可是和帝君好好说过了 帝君也同意他还乡 和我老妈结婚这件事 他们结婚的时候 帝君还随了礼类 哦 先不说这些了 姥姥 你让我去找的那些东西 差不多都齐了 嗯 只差一份翠绝岩 实在没法找到 现在曾言俱冤被彻底封锁 怎么样都进不去 各种的文书也没办法申请 看来总物司是铁了心封锁到底了呢 这样吗 可是 没了翠绝岩 可就有点麻烦了 燕妃 能再想想办法吗 他们帮了黎月岗这么大的忙 实在是应该有些报酬才是 我知道啦 姥姥你都给我念叨多少次了 虽然没办法从层颜聚园里找到翠绝岩 但是 也许能想想其他的办法 嗯 你们等等啊 让我看看 哇 好厚的一本书 这都记了些什么呀 商业咨询 矿石 矿石 智东 找到了 这位叫做克罗索的智东国商人 曾经找我咨询过一些法典条款 都与珍锡矿石有关 他也提到过 想要收一些翠绝岩用来制作钗子 还问过我与之有关的律法风险 说是想要带回智东国贩卖 嗯 我这就去找他 说不定他经手过翠绝岩 或者是制造些线索 你想要一起去吗 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 你在旁边看着就好了 可不要轻易插手啊 要是惹伤了什么律法上的风险就不好了 居然是用律法来警告我们 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仙人 和他一起行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多注意一些吧 解放了它 去吧 来吧 第二次遇见 快乐 快乐 打托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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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